台中選戰越打越烈 台中市長林家龍及國民黨市長 參選人盧秀燕各自登記參選後 角力戰浮上台面 影片記載7月20 21日 市府和平專案晚間 林家龍參與離山地區後援會參選 就是這一幕 讓盧秀燕競選團隊發言人認為 林家龍以參會形式宴請選民很有問題 稍有常識人都了解 後援會就是支持我的 所以這個跟一般沒有特定對象 你有對價關係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們擺了一個烏龍人 會成為笑話 他的回應總是對方是烏龍指控 可是他又提不出相關的證據 或經費明細或經費來源 盧團隊要求證據佐證 但台中市府不想隨之起舞 重申一切合法 要盧振燕別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還要來斷賊贓 所有在裡面坐下來的人都有簽名 都有相關的名單 它是一個後援會的活動 其實政治是不要故意把整個抹黑事實 然後烏龍爆料當成常態 選舉火藥味濃厚 畢竟進入選戰 近距離肉搏戰階段 各陣營繃緊神經 你攻我防 相互角力 歡迎收看洪世成蔡季林 台中報導 組織 centur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